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 今天想给大家沟通一个话题 关于油管订阅1000人 再加上4000小时的播放量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 加入YouTube以来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了 中间也做了各种的视频 有这个关于搞笑的 有关于财经类的 还有关于这个风景类的 反正各种类型的都有了 但是每个视频 播放量 还有推广的这个程度 确实是不知道该 感觉总是有瓶颈 尽管自己很努力 但是总是得不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上这样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订阅的问题 因为我这边内容里面 说的大部分都是汉语嘛 那么可能就会带来一个结果 欧美国家的 或者说以英语 或其他语言为主的这种观众 可能就是对我说的一些话 或者说聊的一些事情 并不清楚 或者说做的一些视频呢 也无法理解 这个问题 我自己也倒是考虑了 比如说我可以增加一些字幕 让一些其他的国家的 这些伙伴们看到之后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但是这个确实也比较浪费时间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 怎么着能快速的一些 增加一下自己的订阅量 在播放时长这块来讲 你们都是上传什么样的视频 就是什么类型的视频 它更容易把这个 4000小时的播放量能够完成 所以说这一块来讲 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 接近两点了 我是一直也睡不着觉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一直还没有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视频呢 看能不能留个言 给我提供一些借鉴 非常感谢 我也是希望 接下来我自己能坚持住 我希望在接下来 10个月左右的时间 能够快速的达成 这个1000个订阅量 加4000小时播放量的 这么一个最基本的 这么一个目标 如果说假设有和我遇上 同样困扰的朋友们 也希望你们能留言 看到的朋友 可以一起帮我们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 好 再见 感谢大家